世界球后戴茨颖昨天在全英语球公开赛完成女单联霸 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世界球后戴茨颖昨天在全英语球公开赛完成女单联霸 不过根据世界语球联盟BWF今年的新赛制 戴茨颖最快将在4月中让出球后宝座 若他去年有参加世界语球锦标赛并至少打进8强 仍可保有后座 但戴茨颖为了台北市大运而辞退市竞赛 牺牲潜在的上万积分百万奖金 如今也影响到他的球后宝座 相关请见 新赛制爱戴茨颖无法保分 4月中将丢球后宝座 世界与联积分计算方式采过去52周 最高积分的时场赛事来计算 戴茨颖的赛事积分包含去年4月的马来西亚顶级超级赛冠军 新加坡超级赛冠军 这两项赛事分别改齐 因此两场积分都将因52周 逾期预计将补进去年6月澳洲公开赛4强的6420分 以及中国公开赛8强的6050分 估算他在4月中的分数将来到87109分 而日本好手山口倩则是会增加到87411分 球后宝座因此拱手让人 戴茨颖去年放弃高积分的市井赛 参加台北市大运市井赛的冠军积分为12000分 打到8强还有6600积分 若戴茨颖选择参加市井赛并至少打到8强 最少有6600分进账 比中国公开赛8强的6050分还多550分 这分数可让戴茨颖保有求后宝座 而且若小戴在市井赛夺冠 还能拿到150万国光奖金 但戴茨颖只为了帮台湾留下市大运金牌 断然放弃高积分的市井赛 他当时表示会选择是大运 放弃市井赛 因为台湾很难得办一个大型运动赛会 他必须要留下来跟着大家 跟着其他选手一起去支持这个比赛 希望可以把最好的成绩留在台湾 戴茨颖也如愿达成市大运金牌留台湾任务 山口欠 左 戴茨颖 右 法兴社 戴茨颖去年帮台湾夺市大运金牌 如今却影响到他的求后宝座 资料照记者方斌照射 字幕志愿者 李宗茂颖 引起来 nn